堂堂姐姐第一吊架一名華僑 被喜出閣探父母跑路 哇 好美的新娘喔 不過她是哪位啊 又來是MOMO台的堂堂姐姐啊 31歲她昨天與小她4歲的老公 顏志平修成正果 低調在典華飯店舉辦喜宴 喜開27桌 婚禮總花費約815200元 她的勞工是印尼華僑 在當地有間貿易公司 兩人相識一年10個月就決定結婚 那妳婚後呢 住這邊還是有趣 因為 我覺得將來一定會去印尼 可是我覺得因為不想要 就是家裡都要去 我就不想欠再去 因為那邊的貴婦生活非常的無聊 我有觀察過那邊的女人們 都做什麼 就是做頭髮做指甲按摩 我覺得我就是還蠻想要工作的 但婚宴美中不足的 是2009年堂堂姐姐的父母 因生意失敗欠下300萬元落跑 只能由舅舅及舅媽代表家人出席 其實目前來說 債銀行的債務這些全部都已經解決了 可是私人債務方面因為是 其實我也不太想再提了 因為爸媽也不在了 所以他們今天不會來嗎 就聯繫不到怎麼會來呢 對啊 所以他們後來就 逃掉以後到現在都沒有被 對沒錯沒錯 可是妳會不會覺得說 異竟妳今天就是妳的人生的大事 但是卻少了父母的餐 妳會覺得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當然會啊 會覺得還蠻遺憾的 就是覺得爸媽其實把我養這麼大 所以說我覺得爸媽應該也會很想要看這一幕 可是我覺得就只能說希望今天把 就是照片拍得好看一點啊 然後將來有一天我們可以在有聯繫的時候 把這喜悅再分享給他們 蘋果一段新聞要幸福快樂哦 報導